他们看到这一幕不觉得丢人吗 当马西英被搀扶上台时 台下一声声来着了 就着现场的气氛 足以证明观众对传统曲艺的喜爱 2021年郭德纲开办鼓曲社 郭老师把阔别舞台的老前辈请到了舞台 演出结束后 郭老师和老前辈台下聊天 无意间郭老师的一番话 把老前辈感动的泪流满面 都是打小学的 那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们 那艺术都很好 这一找就激动的不行了 弄弄就哭一抱老太太们 太感动了 哎呀二十年没唱了 二十年没唱也没人找过我们 没人搭理我们 太棒了 就是慢说给钱不给钱都干 我确实很感动 原来不是曲艺没人听了 而是老前辈没有演出的机会 郭老师所做的这一切 是对老前辈的尊重 也是想让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这一切明明是主流该做的 却被一个民间散弦 艺人扛起了大气 为此郭老师也说明了 传统曲艺没落的原因 为了卖票 你们有没有妥协 你妥协不了 哎呀 这个大古不卖钱 里边加两个跳舞吧 露大腿的 不管用 不管用 他就得要他那种东西 他好也是因为他那些东西好的 不要瞎出东西 很多传统艺术末落都是因为瞎出主意 他们的目的为了是卖票赚钱 而郭老师的目的是为了继承传统曲艺 天津古曲社开业当天 天津市委宣传部杨主任 亲临现场为郭老师加油主位 鼓曲社开业当天现场爆满 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郭德纲振兴鼓曲的努力 总算是没有白粉 其实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谁真心为了取义 谁是郭明钓鱼 想必大家都知道 难道他们一点都不惭愧吗 好嘞 那我还想说一句话 郭老师 那个我的师父何建春先生 还有我的师奶赵鹏兰先生 一定托我给您带好 然后想感谢您对中国鼓曲做出的贡献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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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替我谢谢啊 你师爷那就是贾又然先生 是吧 对对对 替我转达问号 我没少听 好 没少听啊 这个谢谢 有机会请您奶奶上这来歌名画演出来啊 来好 来好 好好 谢谢 谢谢啊 德云社招收学员 只要考试通过免三年学费 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对传统取义感兴趣的新人 以便继承传统艺术 不得不佩服网络的力量 当天面试的学员 来自天南海北各个民族 用郭老师的话说 祖师爷都感动了 有一个藏族的姑娘 学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 一百多年在她发展历史上 终于有一个藏族人要唱河南坠子 新疆来的要学大国 澳洲的来一帮人唱京韵 老艺人们都很感动 我说这个 祖师爷也没想到 当然这是网络的力量 也是艺术的魅力 郭老师只是对传统取义感兴趣的新生蛋 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 为此郭老师开办鼓取社 不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自己的出心 办个培训班 找几个学生 一个学生 一学习收六百 然后十个学习怎样怎样 人是做生意 但是对我来说 已经不是做生意了 我是眼看着这个行业 就这个状态下 我觉得要再不做的话 可能前景不太美妙 眼看这个传统取义要堕落 郭老师说有些事情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这句话一味深长 当然继承传统取义可不是拿嘴说的 是需要真金白银网里砸的 如今鼓取设在郭老师的带领下 是高鹏满座的景象 这一点郭德纲鞠躬之外 这哪是招生 分明就是抢人 别紧张 没事 放松 日出迎着动来 不错不错不错 太不错了 好好好孩子 我说 这孩要是录用了你的话 你学一学铁片大鼓 可以吗 我都可以 我什么都特别喜欢 好好好 那欢迎你欢迎你 首先我得谢谢你宝贝 72岁的姚雪芬老师 对12岁小女生连声道谢 可见老前辈是多想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看见好苗子更是不想浪费 为了传统曲艺中后继有人 古曲社招生成了抢人现场 张老师是不是后悔了 张老师你要先说就唱梅花了 我看谁张嘴啊 先归谁是吧 这真是老师们真是爱财 看到这一幕郭老师倍感兴了 当年天津德云社开议 一小女孩成功引起了郭老师的注意 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女孩通过直播面试 来到了她眼前 我问一下 就是之前天津德云社开张的时候 天天门口打板那是你吗 是我 那就喜欢快板啊 你这样吧 你待会儿啊 到后台找杨主任 让石老师跟他聊聊快板的事 因为他特别爱快板 我刚刚您问他这大褂的时候 我也有印象 我一开业的时候 他穿了一个蓝色的大褂 他天天在在门口打 对 我可逮着他了 郭老师的一句我可逮着他 充分证明了郭老师有多爱在 原来不是没人喜欢传统曲艺 而是孩子们没有学习平台 郭老师表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份喜欢的工作 也解决了他们的归属问题 要给他们市场 要让这些人能够活得好 比如说我们也招生 我们也跟院校合作 那么好 你在这儿毕业之后 只要水平过得去 那德云社能要 你算是有益工作了吧 人家长送孩子来也得踏实 行业顶级的专业教学 毕业颁发技能证书 学成以后德云社安排工作 如此优越的待遇 试问整个曲艺界有谁能做到